这首诗描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刚刚结束的情景 早红马刚刚装上白玉装饰的马鞍 战士们就骑着他出发了 战斗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 战场上只留下寒冷的月光 城头上催战的鼓声仍在旷野里回荡 刀鞘里的钢刀血迹还没有干 诗人寥寥数笔 就把将士们的鹦鹉气概 胜利者的神态 生动地描绘出来 好了 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再读一遍 军行李白 刘马心跨白玉安 战霸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骨生油阵 霞里金刀血未干 支持明镜与热 霞玉そして 霞玉 黯露